那請回答 專注付出二十多年 他是慈濟志工翁振陽 禮癌往生後成了大體老師 一大醫學院學生特地到他家中拜訪 希望可以借由汪老師 然後我們就在我們的 醫學的接口課上 然後我們有更多的知識 還有更多的學習 好好利用 可以有尊多的人 透過翻譯 翁振陽的妻子特地與外籍生 分享大愛理念 無私的心觸動了學生 在生前當慈濟義工的時候 就已經是非常偉大 那他們又想要在 就是過世之後 還能有一些 就是把他們的身體奉獻出來的 這些情懷 我就覺得非常感動 要圓滿當大體老師的願 得家人同意 這位周小姐的父親 花了兩年和家人溝通 出席追思惠的女兒 依然滿滿不捨 她雖然不同意 可是還是願意 讓老師完成這個理念 還有人為了捐大體 生前就開始保護著身體 為了要把他的大體 再奉獻給這個社會 在背後這三年當中 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這樣子 來讓這個身體不受到傷害這樣子 對 這是我感動的原因 無言糧失的點滴用心 將成為走向人一路上 滋養他們的最大能量 大海新聞 陳一貞 林道明 高雄報導 System 2010 北京 北京 東雲鑰藏 台東雲鑰藏 台東雲鑰藏 公義 再寫您將大露 今日賺金賺 海南雲鑰藏 平台東雲鑰藏佛 公民